祝大家平安 平安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我的名字叫珍珠 我不知道我们都有一个名字 我的名字叫做红千贵 可是你有没有一个在家里被叫的名字 或者是你的朋友有没有叫你另外一个名字 比如说我妈妈都叫我妹妹叫小可爱 从小到大她就叫做小可爱 所以有时候我们见到她就会叫她小可爱 因为她就是小小的 所以我妈妈都叫她小可爱 那我们要想在上帝的眼中 我们有没有另外一个名字 在上帝的眼中有没有另外一个名字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之前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段故事 有一天呢有一个教授 那这个教授是一个哲学家 所以他们就都上哲学的课程 那这个教授呢有一天就问他的同学说 同学我问你们 如果你们只剩下三天可以活 那你们要干嘛 如果你们只剩下三天可以活 那你们要干嘛 第一个小名就回答了 他说我要好好陪我的家人 第二个小黑回答什么 哦我要陪我的女朋友大碗喝碗 第三个呢 第三个小英说什么 小英说我要好好学我的医术 那还有一个同学 还有一个同学坐在那边都没有回答 教授就问他说 那小美小美同学你说看看 如果还有三天你想要怎么样过这个生活 如果还有三天 三天你要怎样过这个生活 小美就说 教授 我想上你的课 哇如果你是同学你听到会怎么样 你这个狗腿 你明明就想要发解老师 你还说怎么样怎么样 哇这个老师听得好开心哦 很想要听后面的答案 就问他说 小美小美 那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想要上我的课 这个小美就告诉他说 教授 你会上你的课 有让我度日如年的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几天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日子都不一样 上帝给我们有不一样的日子 我们能活多久都在上帝的手中 但是我们怎么度过这么一天 我们怎么度过这么一天 有些人没什么目标 啊今天礼拜一 明天礼拜二 但是有些人很有目标 今天礼拜一我要去哪里不是 今天礼拜二我要去哪里不是 今天礼拜三我要去哪里不是 你今天的生活怎么样 你今天生活怎么样 你觉得你是 哦礼拜一过了礼拜二过了 当我们用神的眼光去看 我们要怎么过生活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的生活是像一颗珍珠一样 因为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慢慢的磨练我们 慢慢的磨练我们 我们知道珍珠是怎么形成的 慢慢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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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形成了一颗美丽的珍珠 今天我们内在的生命就像什么 就像一颗珍珠一样 我们是神手中的一颗珍珠 我们是神手中的珍珠 因为我们是他所创造的器皿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 神有主权把我们塑造成什么样 神绝对会把我们塑造成最棒的样子 神绝对会把我们塑造成最棒的样子 有人很爱跟人家比较 会说为什么你长得这样 我长得这样 为什么你有这样的个性 我没有 但是神说 所有的主权都在我的手上 我就是要把你创造成这样 我在你生命中有放下属于你的特色 我在你的生命中有放下属于你的特色 我们都在神的计划里面 我们都在神的计划里面 现在有很多新闻都让我们知道 有些人很不满意他自己的身份 很不满意他自己的情况 所以他选择怎么样 自杀 他选择自材 但是他没有看到 他是神所创造 他忘记他是神所创造一个很贵重的器皿 很贵重的器皿 有一个例子呢 有一对英国的姐妹 左边这边是姐姐 这个姐姐生下来就是金把 蓝眼睛好漂亮 那那个妹妹呢 就是黑把 眼睛是重色的 这个妹妹就觉得 哎呀为什么我不能像姐姐一样长得这么可爱 我怎么不能像姐姐一样啊 所以他就一直有埋怨的心态 可是有一天这个妹妹现身 他当了宣教士之后 他到印度去宣教 当时印度人发生了排外的景况 就是他们很排俊坏国人 这个妹妹才终于发现 原来上帝在她的生命中 是下不一样的特色 他虽然眼睛是棕色的 他虽然是黑色的头发 但是在适当的时候就成为他的帮助 在适当的时候就成为他的帮助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天生我才 毗有用 天生我才毗有用 所以我们不要模糊我们的优点 我们不要模糊我们的优点 我们很喜欢怎么样 把我们的优点都抹掉 然后看见别人的优点 我们都没有看见我们自己的优点 我们都没有看见我们自己的优点 神期待我们把我们的恩典 发挥的淋漓尽致 我们看这个图片不知道 我们看得清楚 还看不清楚 这没有同样几个小孩 几个小孩 有些是同一个 可是呢他可以做什么 他可以做画画家 他可以做厨师 他可以做救火队 他可以打棒球 他可以当魔术师 他可以当故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模糊我们的优点 神在我们的生命中 给我们的很多恩赐 给我们很多礼物 他要我们用这些特色 去释放他 去释放他 去荣耀他 圣经上说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神的旨意如恶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神的旨意如恶 今天 神说我们是什么 皮默太后说 我们都是贵重的器 我们都是贵重的器 我们要认识自己 我们不可以高负自己 我们一定要认识自己 我们是贵重的器 但是我们在认识自己的时候 并不容易 我们在认识自己的时候 并不容易 希腊哲学说 唯一所要做的事情 就是认识自己 但是希腊的哲学家说 最困难的事情 就是认识自己 最简单的是什么 忠告别人 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 但是认识自己最难 没有错 认识自己真的很 但是当我们认识自己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我们有什么才能 有什么恩赐 有什么能力 我们善加御用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会成功 你一定会成功 只是在我们认识自己的过程 第一 我们不可以高负自己 我们不可以高负自己 有一艘船 载着一个教授 这个教授 要到对岸去上课 他需要到一个小岛去上课 那在坐船的期间呢 这个教授跟这个船夫就有对话 这个教授就问这个船夫说 船夫 你认识文学吗 这个船夫就跟他说 我对文学呢 一窍不同 这个教授就很开心啊 就跟他说 你对文学也敲不通 那你活着有什么用 你的生命已经失去百分之二十五 之后呢 这个教授又觉得 不行 我还要考考他 那就问他说 那你那是历史吗 那个船夫也是 摇摇头 就没有讲话 他就摇摇头 那这个教授就跟他说 哇 你的历史也不懂的话 那你应该失去百分之二五十的生命 你已经失去百分之五十的生命 哇 这个教授越问越有兴趣啊 那要到对岸了 他就指着对岸的树林说 那你认识植物学吗 他很想跟他臭屁 这个船夫会说什么 他说 可是我对植物呢 也是一无所知 这个教授就说 哦 真不敢想象 你的人生真的没什么色彩 那我看你已经失去百分之七十五的生命了 之后他讲完这句话之后 突然起了大风 下了大雨 那个小船 船夫控制不住 结果就不小心撞大 石头了 两个人一起掉到水里面 这个船夫就很关心的问那个教授说 那你懂得游泳吗 那个教授怎么回答 教授就说 我什么都会 可是我就是不会游泳 那那个船夫就回答那个教授说 那看起来你已经快失去百分之百的生命了 所以呢 我们知道人不要高估自己 人不要高估自己 有时候我们在教会 在学校 在职场的不是 我们也会高估自己 觉得自己很厉害 而看清别人的不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错误的认识 超过应有的实际国际 以致过度乐观 你就会带来不可想象的后面 圣经上怎么教导我们 圣经上说 骄傲在败坏眼前 狂心在跌倒之前 神一直提醒我们不要骄傲 保罗也在哥林多前述说 人的心不应该自夸 人不应该自夸 人不应该自夸 第二个我们不可以低估自己 你看这个小叮当 他其实有一个没腿 但是他如果一直觉得 哎呦我的腿就是白白的那一刻 这么短而已 那他就会低估自己 虽然我也不能低估自己 有些人认为我什么都不会 所以呢 要服事的时候都会说什么 啊我没有认识啊 啊你请别人啊 啊那个我不会啊 我推的好远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神贵重的器 今天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是神所造的 我们是贵重的器 神所造的是贵重的器 神所造的是贵重的器 今天神要按 按着他的心意造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特色 是要我们用这些特色去服事他 如果你不服事的话 就如同马太福音 主人把家业交给他的仆人的时候 他发了一千两千五千 两千的赚两千的回来 五千的赚五千的回来 一千的说什么 啊我怕 我怕你的钱不见 所以呢 我也不会去做 我没有那个恩赐 那那个主人告诉他什么 你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 今天我们如果什么都没做 我们过于低估自己 觉得我什么都不会 我只要把上帝的结果好 就好了 今天都没做 那上帝有一天可能就会跟你说 你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 我给你那么多特色 你都没有去发掘 你都没有善加实用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有一个合宜的自我评量 我们要有一个合宜的自我评量 亲爱的弟兄姐妹 恰当的自我评量是恰到好处 我们要有一个合宜的自我评量 是照着神的信心来衡量我们 当我们用上帝的眼光去看我们自己的时候 你不再微笑 因为你用上帝眼光看你自己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 上帝在创造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祂都是看为好的 上帝创造你的时候 祂也在后面拍拍手说 啊 加恶 加恶心 这加脱罪 加一条 记得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看为好的 你每一个不是都不会被看清 基督徒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 主啊 我要变成一个金 我不要当木材 为什么别人可以当金 我却是木材呢 我也要变成那个金 我不要当木材 你要当金子还是木材 今天神说重要的不是在这边 你应当祷告的是 主耶稣我要成为圣洁 让你使用不管是金子或者是木材 只要你愿意使用我 我都知道我有这个特色 我有这个特色 所以我们要享受我们的生命 让主大大的来使用 我们要去发现 不管我们是金子 我们是木材 我们都有我们的特色 我们都有我们的特色 上帝以祂的主权 神最清楚我们适合什么 神最清楚我们适合什么 就如同这一张交响乐团的时候 我们知道交响乐团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乐器 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乐器 曾经有一个交响乐团在演奏的时候 所有的人一走进来 大家通常都会拿着自己的乐器 到固定的位置上坐下来 对不对 坐下来之后 等到那个指挥开始指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 拉小提琴的拉小提琴的拉大提琴的拉大提琴的 但是 演奏到一段的时候 停下来 只见一个人拿着一支鼓棒 动一声 之后他们就开始演奏演奏演奏 那一针手曲子 那一个人就只有演奏动一声 可是 没有他动一声 那个曲子就不完美了 没有他动一声 那个曲子就不完美了 今天可能你只是个单音演奏家 但是这首曲子 没有你就不行 这首曲子没有你就不行 同样今天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也一样 神给我们不一样的恩赐 神给我们不一样的恩赐 假如你的恩赐不大 你也不要难过 因为我们也真的很需要你 因为我们也真的很需要你 今天你的懂一声 积少就成多 积少就成多 有一个人他曾经说过 有一个指挥他跟我们分享 说在整个交强乐法里面 谁的钱最好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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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普的那一个 因为达普那个动 他们每一个人领的钱都应不一样 达普的那一个人 董一声他就领跟他们一样的钱 那小提醒要怎么办 一元两元三元四元五元六元 所以呢 谁的钱最好赚 那个 今天你就算是做最小的事情 跟我们领受的祝福都是一样的 但是神说你要出来 你要出来 你不要低估你自己 因为你那个董一声也很重要 你那个董一声也很重要 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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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小孩子 这是他的爸爸好吗 No Jack Jack 他看见他的小孩子在上面乱起 Holly OK 有点灯 在后面 电灯全部门好了 上面上面 好 好 我们再看一次 一二 再帮我过一支 谢谢 来我们同一口 你再去思考 刚刚他谁他对我说的话 我们都是贵重的器皿 反正你做的东西很少 但是再是神的眼睛就是最棒 Jack Tommy 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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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 继续 继续 你做了吗 你做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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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了 好 这个影片有没有其他 因为我觉得 他的爸爸妈妈 一开始很紧张 想说我的小孩子怎么在上面 我的小孩子怎么在上面 可是 刚刚开始演奏小星星的时候 他妈妈应该 心都会跳出来了 想说哇 他怎么自己坐在上面 但是当那个大师走进来的时候 虽然那个孩子只谈做最简单的小星星 就如同我们在教会做最简单的服事 最维不足道的爱心 但是 在神的恩典跟他的爱里面 就如同那个大师走出来的时候 帮他谈行 在和谐的衬托下 你觉得美吗 所有的观众都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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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做的最简单的责任 最通常的责任 最维不足道的爱心 在神恩典的衬托下 都会变成一个和谐的因 都会变成一个和谐的因 本人约翰呢 他说一句话 他说如果我的生命不结果子 谁赞赏我都不重要 但是 如果我的生命多结果子 谁批评我都不重要 我们再听一段这句话 他说如果我的生命不结果子 谁批评我 谁赞赏我都不重要 谁赞赏我都不重要 因为我根本也不结果子 你赞赏我也不合神的心 你生也不开心 但是 如果我的生命多结果子 谁批评我都不重要 因为有神在我后面 帮我拍拍手 有神在我后面帮我拍拍手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去操练我们的特色 我们要看见 我们的特色在哪里 每一颗珍珠都不一样 今天珍珠怎么产生 慢慢的磨 慢慢的磨 就会产生一颗珍珠 那每一颗一样吗 大小也都不一样 但是当人看到那一颗珍珠的时候 就说 哇好漂亮的珍珠 好漂亮的珍珠 它是经过时间慢慢的 慢慢的 今天我们慢慢浮世 慢慢浮世 慢慢浮世 到你生命的镜头的时候 别人来参加你的最后告别式的时候 会说 哇他做了好多美好的施工 他做了好多美好的施工 所以 我们也要持续操练我们的特色 我们要持续操练我们的特色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今天不运动 我们的肌肉就会萎缩 我们如果不运动 我们就没办法保持好的身材 我们就会失去 那个美好的祝福 所以同样的 在我们的恩赐上 我们也要持续操练我们的恩赐 神会加倍祝福在我们的福事上 神会加倍祝福在我们的福事上 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 有一对老夫妇走进了一家小渔馆 这个小渔馆 因为当天 投诉的旅客在全镇都已经满了 所以 那个服务生就跟那对老夫妇说 我的房间可以给你们睡 那那对老夫妇就觉得 不好意思占用到你的房间 但是那个服务生说 没关系 我的房间可以让你们睡 所以免得你们在外面下雨或者是刮风 刮风下雨 就是不要让你们在外面受害 那这个老夫妇呢 最后答应 隔天要退房的时候 那个先生跟他说 我觉得你配的管理最好的饭店 几年后那个服务生收到了一张机票 纽约的来围机票 他就搭这台飞机到纽约找那对夫妇 那对夫妇带他到第五大道的一根专角处 这一间旅馆告诉他说 我们邀请你来管理这个旅馆 我们邀请你来管理这个旅馆 那个老先生告诉他说 这个旅馆佩德你在这边经营 佩德你在这个经营 那个年轻人的名字叫做 George Porter 他就经营了这间饭店 是现在纽约最有名的饭店 叫做华俄道路大饭店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把我们的特色展现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不管你做什么 即使你只是腾出你的房间 都会让别人备受感动 你把你的爱表现出来 把你的关心表现出来 不管做什么 我们在服侍主的路上 我们只要在小事上中心 我们也一样会得到很大的祝福 别人也一样会得到很大的祝福 提摩泰的话在 保罗告诉提摩泰说 不要轻忽你所得的恩赐 就是从前借着预言 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 赐给你的这些是你要殷勤去做 并要在此专心使众能看出你的长进 不要轻忽你所得的恩赐 因为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放下不一样的特色 放下不一样的特色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 从我们的指纹 就可以知道在这个地球上 你是独一无二的 切记神是给我们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 我们在祂的眼中就如一颗珍珠一样 我要丢给你们一个问题是 你有没有使用过你特别喜欢的某一种工具 我相信我们都有习惯使用 比如说你切菜 你特别喜欢某一只菜刀 那为什么你特别喜欢它 因为它有它的特色 因为它有它的特色 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也有一定你们的特色 所以不要忘记 把你们的特色挖掘出来 好好的操练 好好的操练 神会给我们加倍的祝福 神会给我们加倍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回应诗 丰盛的艺术 在我们的周报的十三页 有歌词 废话 丰盛 保守你所爱的 你无一 遥远不离不离 你将我 总与你一致抨击 握 players 你仰臉 保守你所愛的 你要臉 保守你所愛的 你無敵 永遠無理不及 你將我走予一滴空氣 放我在你身心 你仰臉 保守你所愛的 我無敵 永遠無敵 永遠無敵 你夢想的意義也許 世界也不能過去 傷悲好幾指令 我迷著信心領去 你仰臉 永遠無知識 感見 永遠無知識 感見 永遠無知識 我們一起用這首豐盛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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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神一樣要給我們豐盛的音樂 在我們的神明當中秘養殿 你仰臉 保守你所愛的 你仰臉 保守你所愛的 你仰臉 保守你所愛的 你仰臉 保守你所遊 你仰臉 保守你所愛的 你仰臉 保守你所愛的 我仰臉 保守你所愛的 我几乎是你 我几乎是你必须 你的罪又不知是 看见美好 必须成熟 中药 全都归于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一定会想过说 为什么他有的 我没有 神你为什么把我创造成这个样子 但是神说 我们都是贵重的亲 只要我们成为圣洁 我们都是合乎主用的亲 所以我们不要再去祷告说 主我 我想要变成那样的人 我们要祷告说 神啊 求你让我成为圣洁 让我成为合乎主用的亲 因为我们都要从神里 说丰盛的应许 我们再唱一次丰盛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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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不离不弃 你将我从与你离开 放我在你的手心里去 我与这星星离去 你能整理离去 世界也不能过去 这美好的旨意 我与这星星离去 你能整理离去 当前被凋理去 正在相交 这美好的旨意 我与这星星离去 我身体离去 世界也不能过去 这美好的旨意 我必正信心离去 你的天永不知律 可见美好离去 这就荣耀 我们必正信心离去 你要自己给我们父母 你要祝福一个祝福 你身边在过去的祈祷 你的身边的祈祷 你的手里的感应 你身边的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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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祈祷 神美好祈祇 我必正信心离去 你的天永不知情 可见美好离去 这就荣耀 祝你收养与你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高财 你身边不管是我 幸好你停不走掉 祝你是我力量 住你是我高财 你身边的祈祷 救你小派 你身边的祈祷 你身边的祈祷 我只怕往生在乎你 你又没有求过神给你力量 成为你的自己 当你工作到累了 当你读书到没有力气的时候 你抱怨的比较多 但是你祷告的比较多 神说你没有看见 我站在你背后一直微笑等着你转头过来 我们要跟神思绪从祂那里来的力量 我们要躲在神的避难所里面 你为我们所有一切的徬徨 我们所有祝福都是从神的满足 我的诗歌 我必拯救你是我患难 总谁是你帮助 祝祂曾要围绕耶路撒冷 你必围绕我到永远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高财 祝你是我高财 健库还是我心好的平补中央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你高财 我必拯救你 我必拯救你 你必拯救你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高财 祝你是我高财 健库还是我心好的平补中央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你拯救我 我必拯救我 我必拯救我 祝你是我力量 神说祂要大大 祝你力量 所以我希望 等下再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戴着下楼 因为我们知道 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什么都不用害怕 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特色 拿出来 持续的操练他 我们都能留掉神 所以神说 我要赐给你力量 成为你的病人 或把你现在再怎么害怕 再怎么担忧 我们都要喜乐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力量 开心的 喜乐的唱 我的心歌 我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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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怀难中 谁是你帮助 中山怎样围绕 天流洒落 你必围绕我到永远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高财 祝你是我高财 天流快使我心脏 你必不重要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你的所 我的拯救 天流快使我心脏 你必不重要 祝祢是我力量 祝祢是平安索 我的同志在无力 祝祢是我力量 祝祢是我高财 千古万世 我心靠祢的苦都要 祝祢是我力量 祝祢是平安索 我的余思在无力 拜训祢是平安索 亲爱的天皇上帝 我们感谢祢 带领我们来到祢所创造的世界 祝祢是老高财 也说正解我们 signed down 心跳那地开始 殖 interesting 就捷分我们 使我们 present 的真相这里 诚cis conservation 祝祢是否相信 不管在我们今天的生命情况如何 祢都要大大使用我们 因为没有人 没有任何的事情 没有任何的时间 能夺走 祢所要给我们的恩典 主我们要谢谢祢 记得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都是祢贵中的祈福 我们都是祢的老卫 愿祢更深的 让我们来经验祢 让我们在故事中 更多的来体验祢 或许我们会跌倒 或许我们会遇到苦难 但是主我们知道 祢是我们的力量 祢是我们的避难所 主我们要再次 把自己仰望在我们面前 愿祢大大地来使用我们 也祝福 采取我们每位弟兄姓妹 我们想祷告 或许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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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我们的